今年的5月13號世界法輪大法日 是法輪大法洪傳31週年的紀念日 也是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72歲華誕 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紛紛突破網路封鎖 向明慧網寄送賀卡、賀瓷 表達對李洪志師父的感恩 這些精美的賀卡來自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 紀送賀卡的學員有修煉有素的老弟子 也有剛剛入門的新學員 有社會頂層精英也有普通工人、農民 他們都表示要與海外各國大法弟子 同慶同賀世界法輪大法日 這個給全宇宙眾生帶來希望的神聖的日子 山東省東營市即聖地遊田大法弟子說 在這普天同慶、同住、同宋的偉大日子裡 弟子們恭祝偉大的師孫生日快樂 河南省濤陽大法弟子說 師父慈悲眾生為挽救天宇 從蒼穹之頂親臨人間 傳宇宙大法真是佛光普照 蒼羽生輝 您歸正了一切不正的 糾正偏移了宇宙大法的各界眾生 給予眾生重新規正遵循的標準 這是萬古曠世從來沒有過的 弟子萬分珍惜 遼寧省葫蘆島市大法弟子說 生逢大法洪傳之時 是每一個生命的最大榮幸 能夠成為師父的大法徒 每時每刻沐浴在法光當中 得到大法法禮的洗禮 在著世中熔煉 是師父賜予我們的聖恩 千言萬語道不盡 我們對師孫的感恩 吉林常春高校的大法弟子說 三十一年來 我們沐浴在佛恩浩蕩之下 每當磨難來臨時 有師孫看護著我們 使我們走過了二十多年的 正實法修煉之路 師孫為弟子的付出 我們永遠都報答不完 上海市的一些大法弟子說 我們是老年學法小組大法弟子 年齡都是八九十歲了 有的是修煉二十多年的老弟子 我們感恩師父的慈悲苦度 弟子們千言萬語會成一句話 恭祝師孫生日快樂 恭賀法輪大法日 恭賀法輪大法定 敬禁